一個矩陣 什麼時候叫做 symmetric 其實是剛剛說的 然後什麼時候叫做 positive definite 也是剛剛說的 為什麼我們要討論這個 就是因為剛剛我們 看到內積 它其實好巧的可以寫成 中間有一個矩陣 它符合了這兩個性質 我們剛剛已經說過 第一個性質就是對稱矩陣 這個是我們之前已經知道了 第二個是叫做 positive definite 這個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有點像是從前面那些長度 什麼的 positive definite 過來的一個概念 如果一個矩陣符合這種事情的話 我們就會叫它是那個 對稱然後 positive definite 的矩陣 好 那我們現在先來看 今天呢 今天呢 看是不是真的所有的內積 都會出現這種矩陣出來 所以我們就來看 不是不是這種纏數 所以我們知道以前 以前如果我們做線性轉換的時候 需要找到它的那個基地 那現在向量空間是誰 就是這個V 所以我們就是要找這個向量空間 上的基地 看它能不能幫我們找出 這個可愛的矩陣出來 這個可愛的矩陣出來 好 然後就是V是一個 n-dimensional vector space 然後呢 這個B 是等於B1 B2到Bn 等等等 到Bn 它是一個basis 我有說過 不管寫小括號 還大括號 都是一樣 這個basis 基本上 我們沒說的時候 它都是有順序的 V 好 那我們現在想要做到的結論是這樣 我們今天大概來不及做結論 所以我等一下會用一個例子 我先把這個偉大可愛結論寫出來 然後我們先用一個例子 說真的是這樣 強強炫炫 開開心心 快快樂樂 好 那我們先把結論 我們先寫出來再說 好 今天呢就是 就是呢 如果我今天是那個 就是呢 我永遠都可以把 今天有個內機 然後呢 我現在要宣稱的事情是這樣 就是我今天這個內機 帶任意的X 帶任意的X Y進去 它一定可以寫成 這個X當然要用我們可愛的basis 去做它的那個基底 然後看它的坐標 所以它會有一堆數字出來 這個的轉制 乘上A 乘上Y 然後用這個基底去看它的坐標 寫成航向量 它一定可以寫成這樣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就是 我們剛剛說的可以想 我們用的是標準基底 所以它原來長什麼樣 它出來就長什麼樣 就這樣 好 這個是我們要說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們準備要宣稱的事情是 這個A很容易找 就是如果我知道這個基底的話 AiJ 就是A的DIJ行 剛剛好等於等於什麼呢 就是BI這個向量 跟BJ這個向量做內機 就是這樣 結束 所以我們就是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就是以後我們要找 我們要找中間的那個A的時候 就是這樣找 好 那我們來回頭來 我們下次來認真的寫一次這個 我們現在先回頭來算一下說 這個真的嗎 這剛剛的那個可愛矩陣 真的這樣可以出來嗎 好 我們來試驗看看 好 我們來看一下說 剛剛我們的可愛的那個 內機是長這樣 X1 Y1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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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那相信大家还记得标准基底 我们会写成E1就是E0 E2就是01 好就是标准基底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 我们宣称的这件事情 就是把标准基底来做一下 这种内积 我们就会把那个A11 A12 A13 A11 没有A13 A21 A22 算出来 就AIAJ算出来 就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就认真的来算算看 好 所以就E1的带进去 所以A11 就是等于这个E1跟E1做内积 也就是E0E0做内积 然后我们就带进去E0 E跟0带进去算 所以E跟0这边 就是0 E跟0 对 不不不不不 这边是E E1 我在算什么 X1跟Y1都是1 X2跟Y2都是0 所以第二项是0 然后第三项也是 就是E1 E23的1 A11 A12呢 那就是E1跟E2 所以非常简单 就是 大家很有系统就这样算 就是E0跟01去做内积 然后就带入这边公式 这是Y1Y2 Y1是0 Y2是1 然后X1是1 然后发现说 那个第一项是0 然后这边 这边有一个数字是负1 这一个有一个数字是负1 对吧 就是X1Y2负1 然后这个X2 X2因为又是0 所以这个是0 所以这是负1 然后后面这一项呢 X2Y2的时候呢 对就是0 就这样 好 所以这边达到负1 然后A21 就是E2 E1 E2 E1 就这样 然后呢 所以呢 E2就是01 E1就是10 好 为了清楚这边标示一下 X1X2 Y1Y2 好 就这样子 然后带进去 带进去 然后就会发现说呢 这个 X1是0 所以就有X1都是0 然后X2是1 然后Y1是1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负1出来 然后最后呢 这个X2 Y2是0 所以这边又是0 所以又没了 好 好 再来 22 A22 等于E2E2 所以就是0101 只有X2跟Y2都是1 其他都是0 所以呢 其他全部都0了 只剩下最后一个 所以最后一个就是2 就这样 所以呢 如果 如果我们刚刚宣称的事情是真的 我们刚刚如果宣称的事情是真的呢 那 另一的一个向量 因为是标准基底 因为标准基底 所以再写一次 所以X呢 对标准基底的坐标 它当然就是它自己 它就是X1 X2 那Y对标准基底的坐标 也就是它自己 也就是Y1 Y2 所以标准基底 这个是我们喜欢的 这个重大的原因 然后呢 我们会发现说 刚刚的定理宣称XY做内积的话 就是这个X1跟X2做转置 然后乘上一个A 这个A就是给刚刚算出来的 1-1-1-2 就是这样 然后Y1Y2 然后你会发现 真的 真的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刚算的那个数字 如果回头去看 检查一下 我们刚刚立即说出 解释完了以后 说出来的数字就是这样 所以下次呢 我们会再看一下说 这个 这一个到底是为什么是这样出来的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以后写成这种形式的话 因为以后内积我们很喜欢写成这种形式 我们知道内积一定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我们就想要写成这种形式 就是我们很会算这种数字 就带进去算了以后 我们以后写成这样 我们其实更会算 好 这个为下次我们会来说这件事情 所以今天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